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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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我说 不要太激动 今天事情一定会圆满解决的 怎么解决 圆满呀 我们请来了京城著名的 务权法律师 我给大家隆重介绍一下 这位是朱 朱小和 朱小和律师 来 邀请 大家别着急 听我好好说一说 我们把道理讲清楚 你们华井小区的建设用地使用权 是由华井公司出资取得的 华井公司是土地使用权人 根据物权法第142条的规定 华井小区建筑区化内规划的地上停车位 应当归华井公司所有 激动没有用 超车也没有用 以法律为准上 我有一点不太明白 你们凭什么要让业主购买停车位 否则就不允许大家停在这儿呢 是这样 根据物业管理条例的规定 建设单位依法取得车位车库的全署登记后 可以向业主出售车位车库 对对对 我们这是有法可依的呀 那么请问你们这个车位车库的全署登记 是否取得了呢 我可以这样回答你 当年我们这个小区是验收合格的 而且你们现在享受的绿化面积 是超出了原有规划的绿化面积 你们占了很多便宜 开发商建设小区 验收合格是你们开发商应尽的义务 而且绿化面积超过规划绿化面积 这跟停车位的归属权也没有任何必然联系 在小区前期开发的时候 我们是交了土地出让金的 这块地 这块地都是我们的 你们支付了土地出让金成为建设使用权人 但是随着房屋的出售 这个土地使用权也应该随之转移 所以土地共有部分的使用权应该归业主共有 对对对 请问您是业主吗 我不是 你不是业主 那你跟这起什么哄啊 我们这业主和 和物业之间的沟通 来 保安 他是我们请来的律师 他代表我们业主委员会 没错 我是你们业委会主任丽娜小姐请来的律师 你说 这儿候着 候着 而且我已经了解过了 你们这个停车位不能登记 所以你们也不能出售 骗我 是这样 今天我们谈不拢的话 就只好走诉讼程序了 我想说的是我们都是法律人 你应该清楚 如果走诉讼程序 你的客户除了浪费一大笔律师费之外 你们什么好处都得不到 走诉讼程序是我们的权利 当然 但是我觉得我有必要提醒你 你要提醒你的客户 有的诉讼完全就是浪费司法资源 好 好 没错 就你这律师啊 在这地方讲道理都讲不通 那到了法庭啊 更没戏了 妈 我这是求您了 可孙老师好像也喝这个吧 好 你看人家高峰为了跟合赛老师保持一致 行 咱们做律师的啊 要注意行项 减肥的成金茶 减肥的 你够瘦了你不用减 我们的形象茶 赵盟 走了走了开会了赶紧走了 妈那边叫我呢 我去开会了啊 咱晚上聊啊 好嘞 怎么了这是 我妈天天给我找事 七大姑八大姨 各种免费法律服务 我们家也是 我妈还跟我说 找律师一定要找自己认识的 那又是家里没有干这一行的呢 那就找熟人介绍呀 我问你们说啊 咱们幸好是律师 我舅舅 医生 街坊邻居头疼脑热 发烧书院都找他 那一天天的 咱们就别抱怨了 是 是 其实咱们没什么可抱怨的 咱们律所 连罗宾和何赛在内 都不能免苏 家里人说低落就低落 又不能谈钱 又得随教随到 不管大事小事 站立不站立 咱们都得去 不是 老师 你们最近特别闲呀 是不是 你 你 你最近在忙什么 我最近在忙一个 保健品的案子 您吃吗 不吃 具体说说 不过 不过什么 保密啊 罗宾不让你告诉我 还是说你要去请述罗宾 才能告诉我 不是的 您误会了 只不过是因为这个案子 罗宾老师他还没同意我做呢 为什么 可能跟龙科有关系 什么关系 那个保健品是龙科的客户啊 那有什么关系 坐 他不让你坐 我让你坐 何赛老师 不是 我 不能写 没有出我 我指天罚室 我真没有这个主管意思 何赛知道你要当主任的吗 还不知道 你怎么知道他还不知道 感觉 那你觉得是不是应该在 正式公布之前 先告诉他一下 主要是他父亲刚刚过世 我想缓一缓 你们在议论什么 没议论什么 我去接个电话 你有什么事吗 你们有事瞒着我 没有啊 没有 那为什么我一来 丽娜就出去接电话了 她有工作 你听到她的电话响了 好吧 你为什么不同意 戴希做保健品的案子呢 我是觉得像这种案子 我们必须要慎重 否则被对方抓到把柄 告我们一个损害伤愈 可就麻烦 如果你有顾虑 我带着戴希一起干 何赛 我是觉得像这种案子 起码不能打仗旗鼓 戴希 那个 我想跟你说个事 我 怎么了 你那个保健品的案子 我有可能帮得上忙 因为我有个医生朋友 跟我关系特别好 他早就跟我说过 这东西全是骗人的 那你能不能带我去见见 你那医生朋友 当然可以啊 就是 你看能不能 让我跟你一起做这个案子 没有钱都愿意 我当然欢迎了 只是 你 你可能不太了解我这个人啊 我特别喜欢做这种案子 没有钱都愿意 不是这个原因 高峰 只是我不知道这个案子 它最后会怎么样 你要是知道结果 那还有什么意思啊 我就喜欢做个挑战的事 何赛叫你 叫我 对啊 他说让你带上保健品的案子 谢谢你 谢谢你 我跟罗宾说过了 他同意我来负责这个案子 给我说说 到什么程度啊 这个案子呢 一开始我是从麦菲那里知道的 然后呢 现在有好多好多老人 他们都陷入到了这个案子当中 对了 我在会议室的时候